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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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剛剛報讀這個課程的時候 就是我自己入行七年的一個 剛剛遇到一個樽鏡位 那時候我情緒是很低落的 很想找一些方法去幫自己去開心些 我覺得這次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令我啪一聲 有些啟發是 我有些得著帶走的 我們上了很多練習 有些形態動作 有些分享 最重要是所有東西重選 可能有一個物件或者一件事 觸發到你那一點 開始去想你的角色應該是怎樣 最難忘的就是要面對自己的醜 當初我是會害怕面對自己的不好 歌手很多時候出來都要很華麗 但其實你一定要去揭開自己裡面 告訴自己的不足 你要面對自己的不足 其實你才會進步 最初上課頭的幾天 我好記得我是不敢出來演戲的 我到日四 我才夠膽走出來第一步演戲 好記得兩位老師都說 其實怕些什麼 我們每個人都有醜陋的地方 但是你要去面對它 那一刻我覺得 真的很感動 心裡是很感動的 就是要記住這個公廠 以前有很多銀行 現在有很多 阿Sir 我忘記了 太多了 我要查分 印度上課才記得 阿Sir 你收不收貨阿Sir 剛才扮演的是什麼 就是一個角色叫阿星 阿Sir和MISS幫我創造一個角色 即是上課那天 有一部分就是給我rap 那我就扮了阿星rap 以及扮了阿星曬太陽 那阿Sir之後又跟我說 我覺得其實我心底是很頑皮的 我以前就是不怕拍戲 即是我不怕做任何事情 甚至唱歌 我覺得自己的臉皮很厚 但是之後進行 發覺身邊有很多人 比自己厲害的時候 其實我發覺我自己縮得很小 接著我就開始害怕 我又怕演戲 我又怕唱歌 甚至乎我怕見人 那整個 即是一點出發的過程 令我很難忘 就是為什麼最後一個 我會抱著阿Sir和MISS 哭得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 她把我後面皮的女生 帶回來 即是我現在是 覺得是變回 以前剛剛出道 入行公司簽我的時候 那個後面皮 不怕表演的 不怕跟別人說話的那個女生 我會不會 會不會 感谢观看